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政府专家顾问认为 身底港检疫安排有漏洞 建议延长检疫日数 验出大有变种病毒价38岁外傭 住在赤主村道一间独立屋 他曾到访赤主广场的超级市场360 遇上有人来买东西 担心有点点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是否一天在 时间又不知道是否到 不过我已经打了两针了 应该好些 我自己人不怕 家里有大小大小 有孙子在这里 当然担心 我不知道这些人 不知道是否进去 涉事的外傭八月初由美国底港 由于它已经完成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 加上抗体检测程阳性 酒店隔离可以缩短至七天之后才发病 并且在社区走动大约五天 去过多处地方 包括八方云窄湾仔道分店 赤柱广场的超级市场 香港网球中心 湾仔入境事务大楼三楼 美国近日疫情严峻 过去一天新增确诊超过15万宗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说 本港过去两个星期输入个案 美国占11宗 他认为有必要将美国 纳入高风险地区 无论有没有接种过疫苗和有没有抗体 检疫期都要延长至21天 他认为就算是来自中风险地区 都要延长检疫期 他又透露卫生防护中心 核下科学委员会 星期一将会开会再讨论底港的检疫安排 无线电视机长吴家軒布道 政府第一次在进口冰鲜鱼 验出新冠病毒 经摧查之后 除了土瓜环街市摄氏鱼当 同一批鱼也分销到另外四个鱼当 有摄氏鱼当继续营业 有鱼类批发商说 摄氏冰鲜鱼的进口量少 已经暂停入口 今次验出新冠病毒的冰鲜仓鱼 是来自印尼 其中一档有入货的 在深水埗北河街街市 早上还有开档 摄氏的鱼当职员说 只是开卖活鱼的部分 卖冰鲜鱼的部分未有营业 又说事件暂时对生意没有太大影响 有其他卖冰鲜鱼的鱼当 和市民说不担心 有商会说本港五月到八月中是优鱼期 不少海产都是靠外国入口 大部分是来自马来西亚 越南等等的东南亚国家 而摄氏的印尼鲜鱼 即是占整体进口冰鲜鱼不够一成 有批发商就已经暂停入口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说 要暂停入口 涉事印尼冰鲜鱼同一个批斥 两个礼拜而撑安全 无线电视机者陈家印报道 医管局的核下 医管局核下的疫苗过敏安全门诊 负责评估转介个案 是否适合接种疫苗 有个案要排到2029年 负责评估个案的医生认为 大部分个案都不需要转介到门诊做评估 接触了致问完之后 真的要几分钟内 一个小时内出症状 还有症状是严重的 不可以只是说皮肤、肿、肿 如果跟着这个指引 其实很少病人真的会有这些情况 我们觉得绝大部分人 是不需要找专科医生去评估的 一般来说病人自己看这些指引都知道 但他真的担心 看回家庭医生或前线医生都可以作出决定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慧说 完善选举制度之后 选委会参选人数减少是预期之内 他又形容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的安排 达到追求优质民主进步的效果 选委会中有七成设选任委员的界别分组 所有获提名人可望自动当选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慧形容 选举安排整体畅信 对于竞争不及以往激烈 曾国慧说不能够这样比较 完善选举制度后 确保落实外国者治港原则 说少了人参选是预期之内 有些并非真心诚意是拥护效忠的人士 他知道这么严谨的审查情况下 未必可以混入这个选举里面 从而却步不参加这个选举 也是我们意料之内 我们追求的并不是一个量的增加 是一个优质民主的进步 在这个情况下 我相信在今次我们完善选举制度之下 今次这个选委会的安排 应该是达到我预期的效果 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 本港政制发展倒退 曾国慧说只要是爱国者 就不会被阻止参选 我们要求的不是一个清一色的管治 我们也希望可以多些多元的声音 引进我们的管治制度里面 但前提一定是爱国者 如果你并非爱国者 即使你透过这些竞争 而进入了我们的建制范围里面 好像各汉这样的情况 你利用议会的席位或者工作 是进行一些反中联港的工作 这个反而对香港未必是好事 我们并不是说阻止任何人士 包括民主派入閘 相反地只要他们是爱国爱港 真诚爱国爱港的话 我们欢迎任何人入閘 他又说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 是在完善选举制度后三场选举的第一仗 能够顺利完成提名期已经别具意义 慕斯尼斯记者扎瑞文报导 中有骤雨和雷暴 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离岸风势近中清净 1点钟气温是28度 相对湿度84% 雷暴警告验证生效 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半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紫外线指数是4 亿业强度属于中等 新闻报导员再会